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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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分男女的 所以在太空飞行 对于男航天员和女航天员的标准和要求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男性和女性 它一定是有区别和不同的 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女性的更加认真 更加细腻 女性的韧性更强 它的亲和力和这种低冲突力 对于我们未来长期的太空飞行 狭小环境中的工作和生活 都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了也存在一定的劣势 就比如说我们未来的出舱 在太空中要工作6到7个小时 对于体力的符合还是非常大的 前段时间我参加这种超外服的实验之后呢 也充分认识到了这种体力上的要求 对女航天员的挑战 所以说下一步呢 我们要尽力地去弥补 在体能方面的一些劣势 我们已经正式地进入到了空间站的时代 我们现在每一名航天员呢 都在为这个空间站的任务 在做积极的准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